近日对于加拿大著名健身教练提出的用药物增击的人的疑惑 歌手金中国以血液检查结果进行了强力反驳 11日金中国在自己的YouTube频道公开了一段 激素替代疗法吗?拜托先做运动霸的影片 在被怀疑使用药物的争议中公开了血液检查结果 当天金中国来到医院一坐下便询问医生 通过血液检查就能知道一个人是否使用了药物吗? 对此医生回答说能够知道 他说一开始看到海外有人说 我用药物时只是一笑吱吱 结果却上了新闻 懂健身的人一定会被这五级之谈笑死 大家都知道我是自然健身 这次影片是讲给 相信我的订阅者们知道 只靠运动就能达到我的水平 然后金中国公开了血液检查结果 结果显示他的男性荷尔蒙指数为8.38 医生说以这一年纪来看 荷尔蒙指数属于上有1%的水平 从医学常识来看 制造搞完素的激素 原水平也高于平均水平 金中国在影片下方写道 预想到某外国YouTuber 会上传关于我的狙击影片 中断持续进行的HRT疗法 在新闻发表后的第二天 预约血液检查 能达到急速正常稳定化的可能性有多大 他接着且说 在常识范围内 如果这是我最快能够做的检查 我认为这和突击检查没有太大区别 特别是与兴奋机时期没有太大关系的检查 市院长还说可能有误会 我会把金中国的血液委托给外部机构 他还说提高男性荷尔蒙的方法只有两种 这两种方法就是从外部注射和运动 检查后过了三天的九日 金中国为了确认急速检查结果 再次去了医院 市院长说急速水平为8.38 虽然比以前下降了一些 但是数值非常高 过了生长期 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少 金中国的急速水平被认为是 进入前1%的数据 医学上有制造搞同的体内物质 这也在平均以上 金中国表示说到 40岁以后荷尔蒙就会下降 像我这样的情况是11分之一 所以引发了所有的争议 我认为我尽可能的快速的行动了 对于我展示的检查结果 医生们看完后嘱咐说 这个数值是接受HRT的人 等请实名留言 另一方面 时日大邱一位泌尿科院长李应珍 通过自己的YouTube视频表示 金中国的身体可能不是有药物之层的 引起了热议 该院长说 虽然看到了很多 用药物培养肌肉的男人的身体 但是这种情况下 体积变大的肌肉 所谓的肌肉会大量增加 像金中国一样平静的小肌肉和碎肌肉 不是药物制造的 真是积累运动的结果 想快些结束金中国的争议 才会上传影片 不知道某外国YouTuber 会做出怎么样的回应呢 欢迎留言 爱动韩语社 每日解说最新韩语 欢迎点赞和订阅哦